这个手刀啊 这一个手刀下去 这劲儿挺大的 人容易晕 这个可以理解 但是您看生活当中 有很多的人也穿高领毛衣啊 戴围巾啊 他们也没什么事啊 那是不是有的人 他就是紧动脉痘 他很脆弱很敏感 才会出现的这样的问题 这事呢 应该是不是和我刚才问的 第二个问题有关系 就是为什么呀 新闻里这位女士呢 要让她去查 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 是这样吗 是这样的啊 就我们说每一个人 他紧动脉痘的这种敏感程度 都是不一样的 可能有的人他更敏感 比如说穿了一个 稍微紧一点的这个毛衣 他就会有症状 可是也有很多人 他穿着高领毛衣 他又好看 他又保暖 他也没有任何的 这样的这个表现 所以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但是通常有一些人群 当他的紧动脉痘 受到了一定的刺激之后 他可能更容易出现 这种脑供血不足的这个症状 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合并了高血压 合并了低血压 或者是合并了我们常见的心血管疾病 我们常见的既往德国脑血管疾病 或者有糖尿病等等 那么这些人群 他将来出现这些问题的概率就会更大 就要格外的注意 医生问还是有经验的 但是为什么有心血管基础疾病的朋友 脖子上这个压力感受会更敏感呢 这每个人的脖子上面 都有这个感受器 对吧 有心血管疾病基础的这样的朋友 可能更容易在压力感受上 出现一些偏差 这个的原理是什么呢 我们说这个顶动脉痘 它的敏感性呢 不同的人群 它是不一样的 但是原本就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 这样的人群 比如说它有高血压 低血压 它有血管的一个动脉硬化 它的血流本身就是存在一定的问题的 那么当它的颈动脉痘受到了一定的刺激之后 它身体里边这种血压的变化 这种心率的变化 可能对它的这个脑供血影响就会更敏感 因为原本它的供血就是有问题的 那么你的压力一降低 你对脑袋的供血肯定是更差 所以它更容易出现这些晕厥啊 出现这些脑供血不足的这个症状 它的危害性就也更强 就类似于像糖尿病患者 更容易出现低糖这样的情况 对 你本身血糖就是有问题的 你在吃的特别少 可能你发生低血糖的概率就会更加高 所以那些有心脑血管基础疾病的朋友 包括是有三高的朋友 就应该在生活中啊 咱们尽量的少穿高领的衣服 再一个呢就是围巾也不要系得太紧 对 其实呢我们对于生活当中 存在着这些脑血管病的相关的危险因素的人群呢 我们要格外的提醒大家啊 比如说你的衣服不要穿过硬的 领子不要过紧的 那么也不要过高 你戴围巾的时候也不要觉得我戴的越紧 保暖性是越好的 那么如果一旦因为各种原因 我不小心的诱发 我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状态 你不要慌张 那第一个办法就是我们解除压迫 那我们把衣服松开 然后这个时候如果有条件 你的症状特别重 那么你就握到平握 平握状态下 然后把你的下肢尽可能的抬高 这样可以促进下肢的血液 像脑部和心脏的一个回流 通常这样状态下呢 你的症状就能够得到缓解了 那么如果这个时候还是不行 症状还是很严重 一定要及时的去就医 以免延误了一个最佳的治疗事件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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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后来 我 亿